第40题,40题先给了一个方程式 问,此反应为流带硫酸钠加盐酸的反应 如果希望测量反应速率则下列何种方法可行性最高 老师上课说过了,我们会挑一个最容易观察的现象 来帮我们判断反应的快慢 那比如说有气体,看谁的气体产生比较快 那如果有沉淀,看谁产生的沉淀比较多 那么这个反应里面有一个硫氏沉淀的 所以我们就观察流的沉淀来判断反应的快慢 事实上我们课本上安排的实验 就是看这个沉淀遮住白体上的实质 来帮我们判断反应快慢的 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 如果希望测量反应速率则下列何种方法可行性最高 我们答案选的是A,观察黄色流的产出速度